四海为家,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我是小夕,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今天想跟大家聊最近的一部现象级的美剧 叫Beef 它讲的是什么呢? 一句话概括就是讲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怒怒事件 然后由这个怒怒事件甩出来一系列离奇的东西 那么它为什么会大火呢? 在这个主流美剧里面 它所有的主演都是亚裔 演的也是亚裔的情感故事 然后在网络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至于为什么这么轩然滔天呢? 我们一会儿再聊 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叫Beef 牛肉吗? 比如说最近大家看一下 什么中国有嘻哈呀 朋友们应该会了解 它这个词应该是从hip hop 嘻哈文化里面来的 如果它说you want beef 那其实就是说你想和我打一架吗? you want fight 它其实用了一个美国很深的 理语的一个词来做整部剧的片名 那么正好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Carol 她呢是在澳洲留学 然后又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一个 对冲基金从业人士 我们平时也会聊到很多像这个文化差异啊 身份认知的问题 今天就这个剧请她过来 我感觉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那么Carol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啊 作为黄阿丽的粉丝今天参加节目分享一些我身边的见闻和经历 好的 那咱们就开始吧 我们三个先聊聊我们对这个剧最初的一个印象呗 你看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感受 我虽然我看到的第一个观感 包括周围很多人的评论 第一的反应都是说 这个剧对于东亚文化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所产生出来的冲突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这个剧不仅在豆瓣上评分很高 在烂番茄上评分也很高 就据我周围所看到这部剧的非亚裔朋友 给我的反馈来说 他们也是非常有代入感 当然可能我周围很多朋友也是有移民背景 所以可能给我的感觉是反而支部剧带有了相当的普世性 虽然是以这个东亚视角作为切入点 但是很多这些矛盾一定是在各种文化背景都有类似的这种体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世性是最打动我的一点 我同样也是黄阿丽的粉丝啊 然后我当时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 我一看到是黄阿丽 我说必须要看 然后在最早的时间抽出了一段时间给他整个看完了 然后我觉得看完《怒强人生》之后 觉得哇能聊的点好多呀 就每一集都让我很上头 然后每一个主题都直击我的很多痛点 然后我想在这里首先毫不掩饰的想表达对黄阿丽的热爱 我想说我从最早那个脱口秀上认识他嘛 然后到现在这个电影的这些主题 我就想说他真的太敢了 我太爱他这种勇敢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了 比如说像剧里面包括什么原生家庭啦 这种亚裔移民的状态啊 然后那种亚裔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这种他在苦苦追寻这个无条件的爱 像所有这些主题都让我爽太爽了 就是我一看完之后第一反应 然后就说这集播客必须聊这个 哇塞相对于你俩是黄阿丽的事业粉 我看了这部剧我居然成了黄阿丽的眼粉 哎我觉得因为他平时以前都是戴那种很上挑的眼镜 给人感觉有一点凶嘛 但是在这部剧里面 哎我真的觉得他还是一个长得很俊俏的一个亚洲姑娘 而且说实话他和其他应该是在演艺圈也演了很多 很多戏的这些演员来对 其他的演技也是一点都不落下风 当然也有人说哈 他剧里老公就是演了他和他现实中老公故事的一个折射 让我也是一边看有一点忍俊不禁的感觉 不过当时我看这个剧刚开始看的时候 也反思我在这边的生活哈 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我的东西就是 我们亚裔佩露怒吗 就是这件事我们我们敢我们配这么做吗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个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哈 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也可能我是因为是一个一代移民 我们每天在这儿更多的时候真的是小心翼翼的生活 非常精心的去设置每一个生活的环节 不想他有任何的差错和披露 你像今天看完这个剧我特别印象的感触就是他暴怒五分钟 失控一整年 这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一种代价吗 我深深的反射到我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稍微脑子咱们亚裔脑瓜这么好 数学那么好 一计算我觉得哇塞我不配这么做 不过当我又把这部整个剧看完之后 确实又发现其实像这个黄阿丽 还有那个中间那个Danny嘛 他们应该都是已经陷入到了 深深而不自知的抑郁症里面去了 像他们其实真的就像是一个火药桶 就带着那么一个火药芯 在天天在街上走 互相他们这个怒怒就像是触发了那个火药桶一样 就这么爆炸了 根本也没有办法在乎后果 也就这么发生了 我对小夕这个问题 就是说配不配怒怒 我觉得我自己反观我自己 可能不是用配这个动词 而是说敢不敢怒怒 然后以及正常的我敢不敢 或者会不会对别人恕中止 因为这个现实生活中 比如说我自己 之前就是在路上发生一个 别人违反交通规则 但是我自己是很遵守交通规则 他还差点插到我的车 就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况下 我还是抱着一种 多意识不如吵意识 连喇叭都不太敢按 觉得按了喇叭 就可能他又回过来 恕我中止怎么办 所以我刚才小夕讲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的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电影里面 我为什么很爽 就是因为看到这两个 抑郁症的患者 然后因为情境的设置 他们把这种怒气 给爆发出来之后 这种爆发的感觉 让我想到了 我这个生活中 现实生活 我不敢怒怒的这种感觉 就让我爽到了 你知道吗 就会反思说 那可能我们以后 也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内 保证后果不会太严重的情况下 也偶尔怒怒一下 对 我还专门就这个问题 这个问了一下 我周围的朋友们 你觉得这个怒怒这件事件的影子 它是不是有真实度 当然我收到了很多反馈 朋友们 大家都是觉得 首先这个怒怒本身 就是非常具有爽感 它这个爽感当然就是源于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就是大家 其实平时生活 都是小心翼翼的 尤其是作为一代移民 包括像很多人 还没有完全正式拿到绿卡 还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在工作签证 那肯定是不敢犯任何错误 不敢有任何这个岔子 稍微有一些问题 就会身份受到影响 这种代价很高的情况下 其实这些都是不太敢想的 这个行为 当然我又反思到 就是如果说是一个二代 或者是三代移民 可能他们不会有这样的这个burden 可能他们本身自己也觉得 自己不是一个移民的心态 是一个 我就是这个地盘的主人 的这种心态 可能他们也会把情绪 这样就发泄出来了 但是再说到底 我觉得这是一个 所谓你怎样管理和表达情绪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是怎样表达情绪 在这个可能在移民和移民之间 一代和二代之间 它都是不一样 可能和文化和文化之间也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就像你说的 可能我自己也想 应该是一代移民 或者是二代 甚至到三代 这个代际之间还是会有差异 对于像我们一代移民 可能确实活得比较谨慎 这个也给整个在北美的大环境 这个亚裔的印象 大家认为他们都是非常温顺的 顺从的 就是不会特别敢于表达脾气的 那么在这部剧里面 他们这两个主演 其实是极尽可能的表达了自己的脾气 我也不知道你们觉得会不会说 让官剧的其他族裔的人们会觉得 其实亚裔民 他也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也会有他自己的脾气 会对我们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观呢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觉得亚裔的人 他有个普遍的特点 就是这样有特例 但是一个普遍的一个 他们的特点就是 安分守己过好几个小日子 然后呢 遇事绝不强出头 这种很守法的好公民 我觉得这是 包括我自己也是觉得 可能也是符合他们的这种描述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就像刚才小罗说的 就是在二代移民 三代移民身上 这种属性 好像慢慢的变少了 在他们身上 你反而会看见 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 已经被他们这种西方的 这种教育下 变得很愿意表达 很爱表达 然后呢 现在七岁八岁 都已经跟我说 说要 It's my life 然后让我不要管他 太多的事情 有些事情 他觉得自己已经 有这种主动性 然后有这种能力 去可以控制好 自己的人生了 这个我是觉得 还是变化很大的 所以可能我们整个亚裔民族的这个特性 在一个慢慢的 随着时间 随着文化的这种 随着文化 慢慢的在一个改变的一个状态吧 就我的观感是这样子 但是一代移民 我觉得也在改变 比如说我会说 现在很多 包括电影啊 然后包括自己小孩啊 也在改变 但是可能大部分上 还是会原来的那种样子 但已经在改变的路上 我希望再过个十几二十年 我也变成那种比较赶一点的 没那么安分守己的 这种父母吧 一一代 对 我感觉可能 就是我有一个 类似的观感是说 可能是不是 这就是这种 域里面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冲突 东方文化是一个 集体主义的文化 那西方文化是一个 个人主义的文化 那么在集体主义当中 可能个人的情绪 个人的感受 就没有那么重要 在一个大的家庭 或者是大的集体利益面前 那欧美可能在这方面 就没有特别多的要求 就在至少是在英语国家里面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普世心 在我观察当中的 周围的朋友里面 就有类似的这种例子 在比如说非英语国家文化 当中过来的移民 说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的健身教练 他就是委内瑞拉的移民 童年时期就跟着家人 逃难到美国 变成了非法移民 也没有读过大学 就是我看到 Danny这个角色的时候 第一个就想到的是他 在过去20年 这个我的朋友 他在就做过餐厅服务生 工人做过粉刷酱 销售到最后变成 找到自己的这个career 变成了健身教练 现在一个人发展得很好 但是他也是作为家里面的长子 就一个人肩负起了 不仅是要支持自己 在美国境内一大家人 包括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还有每个季度 要补贴自己在南美洲 亲戚的这个家用 虽然他们也已经很多年 都没有见面了 所以这种难处 在我们过去几年当中的分享当中 我觉得也是有这种 类似于东亚这种 一个人的个人利益 和面对一家人的集体利益 对 我觉得 我的委内瑞拉移民的一个朋友 他的生活的难处 就代表了 像他类似的一个群体一样 像Danny一样 多年的努力 经常遇到困难 经常得不到认可的这种心态 我觉得在很多人 在很多移民身上 都有体现的 说到这个委内瑞拉的健身教练 我其实有想说 为什么这部剧 现在会大火呢 还有一个其他的原因 就是这部剧的制作公司 是这个A24 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公司 但是刚在奥斯卡上 斩获大杀一切的 这个瞬息前语之后 就杨子琼获奖的这个电影 就是他们做的 我其实也可以想到 亚裔这两年 不管是说 就是他在整个全世界 他的地位 其实都是有所提升的 包括像中国 可能作为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市场 在这个的推动之下 可能更多的人 愿意看到说 这个群体的人 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们可能原来只是给他 一个非常脸谱化的东西 但是现在揭开这个脸谱 会发现他们也都是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一些人 对 我觉得可能 还有一个点啊 就在这个各种种族 就是在 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的国家里面 我最近也是接触到一个流行词汇 叫Third Culture Kid 就是第三文化下成长出来的孩子 那他意思就是说 你的父母的成长环境 和你的成长环境 以及可能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都不是一个文化 那在这种多文化 多重层次文化当中的交杂 也会产生很多矛盾 我觉得那再说的广义一点 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也很适用于很多别的情况 比如说像在国内农村长大的父母 和现在在大都市里面生活的我们 这样说起来的话 可能也是有很多文化冲突的地方 所以说可能 剧里面本身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文化的差异 可能在国内 或者是在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讲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挺扩充我的认知的 因为我以前很多时候 比如面对一个问题 或者是面对中国人问题 很多时候想 为什么就我会面对这个问题 或中国人面对这个问题 但后来发现 原来很多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我也找到很多那种 可以相互理解的 原来他们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或者说 原来有些问题是人的天性 它不是中国人自己在经历的 也是全世界 包括西方人 他们也都在经历 一旦有这个认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有那种 没有很孤独的感觉 一下子就释然了 然后会想到说 原来大家都在面对这个问题 那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中间我们两个人 我们大互相之间 是不是可以互相学习 然后呢 就想到说 原来会觉得 原来多元化非常好 因为你可以从 每个人的差异中 学到不同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变得 更加的思维开阔一点 然后可以在曲床补短 面对问题的时候 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些思考 说到这个多文化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很多 包括原生家庭的问题 包括剧里面也 讲到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 可能也是源自于 很多这种多文化 在一个人或者个体里面 内部冲突 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人也都有 包括我自己 有很多原生家庭当中的困惑 对 讲到原生家庭 我当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它其实到第八集的时候 第八集那会儿 它其实整个就引出说 他们以前的一些生活方式 童年的经历 会影响他们之后 很多人生选择 所以我看到这里 我就想 我就一直在等 说他后面等着那种 他怎么会去跟原生家庭和解 或者说怎么跟父母和解 我想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 但最后发现 他到最后没有解决 他只是回去跟父母聊了聊 发现还是这些 同样的问题都存在 对吧 然后也没法说 跟以前有些看的剧一样的 两个人拥抱了 互相理解 互相看见 那其实到最后 他没有和解 到最后一集 第十集的时候 他其实是跟 只是跟自己和解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心里有点失落 我想哎呀 黄阿玲 你怎么不给我一个答案呀 这样我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 又觉得说 原来就像我们上期播客 那个张奶奶她提到的 很多问题 她是没有答案的 很多问题 可能她在追寻的 这个过程才是意义 可能到最后 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是这个追寻的过程中 你会去思考一些关系 会去思考自己 怎么去对待这些关系 然后去思考自己 怎么去成长 那么更好的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去看周围的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 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看完这集之后 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收获 就是很多事情 真的没有答案 但是你可以有你所有的 你不同的解决方法 但是这个解决方法 寻找这个解决方法的 这个过程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历 你的这个感触 不就呼应了剧里面的那个金句吗 就是 Everything fades Nothing lasts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就可能你翻越了一个山坡 你期待的一个美景 结果美景并没有出现 告诉你 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持续的 一切东西都会烟消云散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会失望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可能是一种释然吧 对 会释然 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刚才 Caro提到的那个 第三文化下成长的孩子 这个其实不光是面对到 比如说现在 我们的下一代孩子的问题 像我们自己 如果已经出过十几年 其实你不觉得 我们也相当于是一个 没有了根的一个扶贫的感觉吗 我们为什么会移民 其实就相当于是 自己斩断了在故土的这个根 然后选择到另外一个国家来生活 像里面也另外一个金句 就说 Western therapy doesn't work on eastern mines 这个事情我刚才看完 我觉得我特别有经验去谈 因为我就这两位好朋友都知道 我在前两年最困惑的时候 我就专门去找了像心理医生 和生活教练这样的角色 然后我为了让他们平衡 我的这种角色的关系呢 我还专门找了白人的life coach 还找了就是有在国外生活经验的 这种中国人的life coach 我希望他能也是像贝贝想追寻 我想追寻一个答案 你要告诉我一个答案 但是事实上就是他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你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会不会失望 因为我确实也花了很多的钱 重金求索不是求子 重金求索想要获得对于生活的答案 但是你离开了自己的地方 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 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对你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东西 呼应刚才贝贝说的话 就是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 我得到了我的收获 我的收获就是没有答案 但是如果有人一开始告诉你没有答案 你可能不会满足 你还是要求索 但是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 你自己获得的东西 让你对这个答案释然 这个是我看到这个之后 对这个金句的感受 然后对这个Third Culture Kid的一些感受吧 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 也越来越清晰的一个认识 就是像原生家庭这种问题 是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面对的开放式考题 可能不光是我们这一代 可能我们的父母一辈 他们的父母一辈 也是一直要面对的一个 可能是不停地要提高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 而且是在人和人的相处当中 越来越清晰地对自己的认知 而且这种原生家庭的问题 光是在我们身边 又提到这个普世性的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欧美的朋友同事 我现在突然就想到 我的一个事业家庭都非常优秀的德国朋友 我们吃饭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会经常跟我抱怨他的虎爸虎妈 我在听到之后突然觉得我就释然了 就是我自己是没有一个虎爸虎妈 但是突然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 也会也会拿来抱怨 虽然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 所以我觉得也是能够得到一个释然吧 就是在可能是所有人都还是不停地在探索的一个问题 对你讲到这个好 我就想起那个我们之前看的老友记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这部剧 然后你们发现里面那个莫妮卡他爸爸妈妈 其实每个角色都是身处这种原生家庭的这种困境中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莫妮卡他的爸爸妈妈 就重男轻女对吗 然后总是对那个Rose特别好 然后总是忽视莫妮卡 然后我现在在想的是 我看到他那个情节这些之后 我就想原来他们问题也是这么严重 但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让我看到就是 他们能够直接沟通 然后比如他爸爸妈妈这样子 他们朋友之间 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之间会直接指出来 直接沟通 好像也不会产生一些很大的问题 但是直接说出来之后 大家都能面对这个问题 虽然大家也都改不了 但是大家能面对 然后通过一种戏剧的方式 或者是跟朋友沟通的方式 把这个事情就好像解决了 不是解决了 但是能够去说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但我觉得像我们这种 包括我旁边这些朋友 就这种事情是没法直接去沟通的 然后只能放在自己心里 自己去慢慢消化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去把它 通过一种 比如或者文字也好啊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吐吐槽也好 用这种方式去间接的把它消化掉 但是你没法说对着父母去直接沟通 这是我觉得看到一个 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刚才想到那个Cary有说 那个德国父母的事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一辈 比如说走出自己的故土 看更多世界的一个原因 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你获得幸福感的原因 不一定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幸福 而是你看到了别人和你同样痛苦 这个也会带来幸福感 这个是一个共性哈 但是我现在也说像贝贝刚才提到 就老友记里他们那种交流方式 我也想提一个就是 是不是我说的这个 还是我们亚裔人是相对占的比较多呢 就是这个面子问题 甚至也是像之前Cary跟我说的这个 shame羞耻感的问题比较多 因为像我感觉在这个剧里面 华丽和那个丹尼的路怒啊 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 但是后面他们各种为了这个路怒的找补 或者是进一步加剧的发展 都是他们对于自己所谓的面子的放不下 不管这个面子是外界给你的 觉得你是个所谓的成功人士 还是你自己认为的 就是哪怕全部的人认为你是个loser 你也觉得哇我是长兄如父 我是我爸妈的好大儿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观念 有没有任何的感受呢 对我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 前几天还看到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一个可能是中西方观念的不同 就是我看到有文章会写说 东方人觉得要有面子 要有羞耻心 其实是帮助大家在进步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的途径 但是看到西方的心理学观点呢 反而是说羞耻心本身 它就是一个独流 像剧里面演出的 Danny不能履行一个长子的职责 或者是Amy作为表面上非常完美 事业家庭双丰收的一个女性 却被婆婆不停的毛病 她这个他们两个人都无法真正的满足 就是在东方文化中 对他们角色的这个设定 因此而两个人对自己的整个人的能力 以及可能他们自己本身的存在性 都可能会完全地否定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 他们自己struggle的一个点 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地把这个事情理清楚 但是我确实是能感受到 就是当你一个人被这种羞耻心 所捆绑的时候 你可能就真的失去了 与他人产生链接的这个能力 我想到的是 我们的这种文化价值结构和观念 就我们东亚人很多一辈子 可能都活在这种规训之下 就是对待家庭必须怎么样 对待亲人必须怎么样 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没有一种 就像我们说的这种集体主义 然后没有看见个人个体的需要 然后就你必须要怎么做 才是符合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想法的 如果你稍微出挑一点 你可能就会被外界的这个评判给杀死 就是那种所谓的杀死 这是我一个比较深的体验 然后我是努力去冲破这种观念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种面子 我真的很想说这个面子 就是特别是东亚文化下面 这种面子是一个毒瘤 我自己体会到的是 我觉得有面子是非常正常的 可能人之天性 全世界的人可能都要面子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面子 它需要一个底线吧 就是你要在保证自己 比如健康或者是开心 或者幸福的情况下 你再去讲这种面子 可能是对我来说 稍微健康一点 因为我看到好多人 就是理子乱七八糟 一团糟 然后呢 把外面弄得很好看 让人家夸你好 夸你幸福 说你生活美好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美好的生活 就这种我就觉得是已经 完全是一个欺骗 或者是一个很扭曲的一个价值观了 这是我第二个一个就是觉得 所谓的面子 特别是上一代 当然我自己也很多手 很明显的例子 比如说有时候发朋友圈 你就会有虚荣心 会有这种面子 很多你这种很很糟糕的事情 你肯定不会发在朋友圈上嘛 那我也是慢慢的自我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觉得有时候真的 这种东西你没法完全一下子 去把它解决掉 但是你要慢慢的一步步来 去把它慢慢的破除掉 很多东西是需要一个有破有利的过程 去打破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面子 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害怕丢面子 有这种在公众人面前的羞耻心 这样的一个心态 可能还是他所给予我们这种精神内耗 可能就是因为你在寻求这个面子的过程当中 你是为别人而活的 反而可能是在西方人或者是英语国家人面前 他们没有过多的 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可能没有过多的对别人想法的这种过分在意 我觉得可能是以片面的想法 可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上面的一点点差异 那你们想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的一生从一而终都是生活在一种思想体系下 就会好一点 如果你深深的认为东方的这个东西是 你不管说是好的还是坏的 但是你也别无选择 那么你就在这里面去适应 那么西方人他是那样子 那他就在他的系统里面如鱼得水 那么我们还是谈到这个移民的孩子 像这个third culture kid 他在一方面上 他在这一片土地上有了更多的自由权 比如说像刚才说 他有权利去怒怒 他有权利去嘚瑟一下 做一点出格的事情 但是他在很多情况下 他这个壳子还是没有突破 就像里面那个Amy的那个小情人 问他说你喜欢什么 你讨厌什么 他说我也不太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讨厌什么 但是我讨厌的是 我讨厌我自己 不知道我讨厌什么 他在这种情况下 让你去自由抒发 但是他还没有练习到 这个可以自由抒发的本领 他产生了自己的自我怀疑和精神内耗 让他变得很恐怖 然后像他对于自己那个光鲜亮丽的壳子的保护 像Danny Danny我们看一下他已经是loser 没有什么壳子 但是他的东亚大男子主义 这个男子气概 是这个东亚男 就是你再弱你也不能戳人家 这是人家的废管子 这是他的壳子 所以他们两个人相当于这次怒怒 互相碰到了彼此最软的软肋 他们我觉得每个人都在一些 就是系统性的压迫下面 而不自知 他不敢去反抗 他应该反抗的东西 但是却拿着路上的一个无辜的陌生人 逮着一通很撒气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思考 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像咱们前两天聊的 Carol你说 就是说他们俩自己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每个看剧的人知道 说他俩其实完完全全就是一类人 感觉上帝给他们创造了一个火花 就是让他俩要发生点什么 不管是邪恶的关系 还是爱情的关系 还是任何的关系 而且最后聚集 他们两个人也确实是和解了 他们两个人和解的办法 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解药的办法 就是吃了一个毒蘑菇 然后两个人在这个大树底下 荒郊野外开始屠露心声 让对方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可能是 刚才小罗提到那个最后一幕 他们两个就袒露真心了之后 然后再到后面 他们两个就互相拥抱的那个 我觉得最后一集 对我感触还是很大的 让我很有泪点 因为最后一幕 他出现了好几个和解 最后一幕 他拥抱的那个场景 就让我特别泪目 在我看来 他可能真正的到后面 可能会跟老公离婚 对吧 可能会失去这个 对小孩的这个监护权 可能一切所谓的这种物质方面的 或者是这种生活稳定方面的东西 都会失去 但是在我看来 他好像成功了 这个人成功了 他的成功在于 他摘下了面具 然后他成功与自己和解 所以在我看来 他以后的人生是自由的 所以看到这一点 我就特别的有共鸣 就是最近很奇怪 就包括采访张奶奶 包括我自己看的书 包括我去做的这些人物 我发现到最后 大家都殊途同归 给出了同一个 给人生的建议 就是要对自己诚实 也不要糊弄别人 这样的人生 它才是真正的 一个自由的人生 可能不是世俗意义上的 那种成功 但对我来说是那种 在生活为人上面的成功 这个是我这几天 就一直被不断灌辞的一个 也很奇怪 大家都在讲这句话 然后还有一个 他说在最后 他们两个吃了毒蘑菇之后 有一段话我特别打动 他说你知道我们的身体 会吸收营养吗 然后通过拉屎撒尿 排出有害的物质 然后说如果我们对待婴儿 婴儿也是这样子呢 包括以父母的身份 把自己的创伤 撒到下一代身上 就看到这段话之后 我觉得啊 我以前也想过 同样的问题 可能又回到这种 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也很害怕 因为我看到我自己身上 很多的这种缺陷啊 然后很多的不足啊 但我很害怕说 他们遗传了我的东西 这不只是基因上的遗传 可能在我的生活方式上 我的言谈举止上 也会把这个东西 遗传给他们 就很害怕有孩子 也会过上这么 内心这么纠结的一生 但是后来 另外一件事情 让我释然了 就是我老公 他很接受我所有的缺陷 然后我不管什么阴暗面 然后什么嫉妒之心 所有的东西 我都向他展现了之后呢 他仍然我觉得是那种 让我感受到无条件的爱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是你怎么样去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 那才是你这个人生的意义嘛 因为你完美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他就问我这么 他说我们如果互相能够接纳对方 然后互相帮助对方 互相成就对方 那这个就是意义 所以我听完他跟我说的话 我就特别感动 我就说我可能不完美 但我相信未来是美好的 因为我会继续去 去成长去进步对吧 所以我那最后一幕对我的 我觉得是这整部剧集里面 它是点睛之笔 让我又累又笑的那一幕 就让我很有共鸣 刚才贝贝是无意间 撒了一碗狗粮吗 深深的刺激到了 我和Carol 没有这个意思 这是为什么我说 我看这部剧集也有共鸣 就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 我每一集我都让我很高潮 你知道吗 就每一集都感觉踩到我的点上 是的狗粮get了 是的 对我看到最后一个镜头 也是有一个感触 就是他们两个人 在完全的互相坦诚相待之后 发现对方其实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真的看到 真实的自己的一个人 就互相其实是最懂自己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两个这种和解 我觉得也是非常感动 对 我也有说就是 人可以不完美 但是你也找到能理解你的人 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好 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的感受是像 贝贝刚才你提到的两个字 就是成功嘛 那其实你说最后一集结束 本来Amy就是黄阿丽演这个角色 她是世俗里非常成功的角色 嫁了一个高富帅 还是搞艺术的老公 生了漂亮的女儿 然后还自己从事的企业马上要被收购 但是当最后一集结束 她可能会失去everything 但是你用成功定义了她 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 究竟怎么样才是成功 你所追求的物质是成功吗 还是说你真的 我可以突破 我内心原来不敢突破的东西 找到了和我惺惺相惜的人 然后去过了一种更清澈透明的生活 那这种叫成功呢 其实这个最后我觉得带给我更多的思考是这一方面 因为作为一个非常务实的家庭主妇 我看完最后他们报的那一下确实很浪漫 但是我之后想的就是 哇这得有多大一个烂摊子要收拾 我就是一个非常 哎呀不浪漫的人没有办法 对但是在贝贝刚才讲的这个 包括在之前讲到的在这个沟通方式方面 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片面的想法 在我自己的这个理解当中 可能中国人他就是更加偏向于表达一个 或者是不愿意直接表达 他在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 他可能更偏向于表达一个意境 把这个情绪图像化 像写一首诗啊 诗歌啊 散文啊 音乐绘画 这样的话可能就像剧中表达的这种东亚人的情感 就这样因此而被压抑 或者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完全不表达 可能就是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一种表现 那可能在西方在表达情绪沟通感情方面就会更加直接 很多具体的这种情绪状态都有相应的词汇 而且这种变化是非常微妙 我自己就Google过很多相关方面的信息 也读到过很多这种相关方面的书籍 把情绪分类 把词汇分类 因为这样的话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就是在很多遇到问题的时候 情绪上来内心一紧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不能直接诊断出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的话 那就非常的容易把这个情绪就爆发出来 声音就提高 或者就发火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个精准词汇描述自己的情绪的话 那很有可能这个情绪在描述出来的同时也就表达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学会直接表达 然后第二步是像Kara说的要学会准确的表达 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一直要去学习的 我觉得现在已经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包括我上次挺好玩的 我小孩去在这里接受小学教育 然后他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技巧 去表达你的一些意见 表达你的情绪 他说他的老师都会用三明治的方法 在加拿大这边三明治这种表达方式还挺流行的 就是你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指出他哪点需要改进的时候 他会讲一读微 好的东西 然后呢中间包了一个小小的 你需要去改进的东西 然后小孩他经常 因为我的沟通方式可能就比较猛一点 就是啊你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哎好了现在站起来干嘛干嘛 就很凶 然后什么铺垫都没有 然后我孩子回来说 妈妈你这个表达方式不行 你这样讲了 我有抵触心灵 我不会去改 你要学我的老师 用三明治方法先夸我一顿 我心情舒服了 然后呢你再讲我哪里需要改 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去把这个东西改掉了 哎我就听到这个觉得 哎受益还蛮大的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实践中 慢慢去改变这种说话方式 觉得不仅是对小孩 对自己也很有帮助 包括跟人建立关系上也很有帮助 对但是我又想呢好在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对容易解决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技巧 它是一个技能方面的问题 但我更害怕的可能是在自己情绪压抑太久之后 反而丧失了真的面对自己情绪 或者是直面自己真实的自己的一个能力 重要的一点就刚才还是讲的一直在说的 要诚实面对自己嘛 就是你怎么诚实 怎么不舒服了 其实你要表达 你开心了你要表达 你觉得你孩子好 你要夸他 你的不好 那用好的沟通技巧去批评他 对这个我刚才听贝贝说 其实我有一点悲观哈 就像你说的 我们不管是用任何的沟通技巧方式 或者是所谓的三明治方法 其实都是在我们有能量的情况下 要去做的 那就像Karo说的 如果我现在真的已经 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我要怎么样去诚实的展现我自己 我现在诚实的展现 我就是想大哭大闹 我就是想骂人 我就是想怒怒 但是这个时候 我又想到也不知道是哪个名人 说的一句话 就说可能人生在世 你这个肆意妄为的时间 你是一秒都都做不得 如果我们真的去修炼我们这种情绪 可能就是要把这个水坝 住的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让我们不是那么很轻易地去垮它吧 那要不所谓的诚实面对自己 然后又有很多的技巧和方式 其实这两个我也觉得 某些时候是有矛盾的 我想起哈 就是你们发现在这里 他们很注重这种心理情绪 包括小孩子 他们学校里经常会开这个课 我记得刚开始我们疫情的时候 我听那个政府的那些广播呀 发的消息 就是说你如果因为疫情 呆在家心里发生问题 去就可以拨打什么电话 或者去哪里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去帮助你 所以我觉得心理方面的 这个情绪方面的配套设施 包括这种第三方的这种机构 还是挺多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碰到这种 真的是不太行 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 可能还是需要寻找一定的这种外在的这种帮助 就这一方面 包括我觉得像既然中国 好像这方面也慢慢的起来了 可能心理咨询师啊 这种职业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多了 我们回到这部剧哈 我发现它的那个每个片头 跟片头的每个标题 就特别有趣是不是 很引人注目 然后我当时看了 有一个标题 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I am a cage 就它讲话原来的完整的一句话是 I am a cage in search of a bird 就是我是一只笼子 寻找一只鸟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趣 就一个笼子去取找鸟 可能也呼应了很多 我们刚才在谈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 我们东亚人很多被这个 社会文化规训嘛 这个一个规训的一个网 它其实是一个笼子 然后把我们照到里面去 包括这个原生家庭 包括这种家庭的价值观 然后包括这种集体主义 可能每个都是笼子 然后去寻找这只鸟 把它框进去 然后包括像不要说 说东亚 包括西方也是 西方比如说你的个人主义 有时候其实可能也是一只笼子 对吧 然后包括它的这种消费主义 也是一个笼子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还挺有趣的 是的 是的 它这个Netflix经常每一集的标题 如果仔细看 都起的非常的点睛 而且不满你们说 每一集的简介里面 我都能学几个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英文单词 即便我觉得我的词汇量已经很大了 跟大家还聊点里面的那个八卦吧 就是里面描述的这个 黄阿利 他是一个中国移民 他嫁给了一个日本老公 然后和一个韩国人之间 产生了一些问题 我是觉得他们虽然已经很精准地踩到了这个亚洲崛起的这个点 但是他们能踩到说我们中日韩三个国家 我们之间有很多暗戳戳的beef 我是觉得里面已经非常nice了 就是在他们最歇斯底里的时候 没有骂出那些对于种族方面 那些直接戳废管子的那些话 我觉得这个编剧已经 估计是考虑到了能播出的问题吧 对 包括黄阿利之前在他的脱口秀里面也讲到 因为他自己是中月混血 他老公是日非混血 他们两个人回家之后就一起集体吐槽韩国人 这一点可能也是戳到很多人的笑点 他说一起吐槽韩国人是他们两个人最大的达成一致的时候 就是这个不懂的人可能就过去 但是我们懂的人心里就会会心一笑 这是我们这个远东地区的小笑话 包括其实很多亚裔脱口秀也会踩到这个点 我记得可能是Ronnie Chan之前 也在他的脱口秀里面讲到说 整个从韩中 粤 菲律宾会一起吐槽日本人 可能也是有类似的情节 那么我的朋友们 这个剧里面还有没有哪些金剧 或者哪些画面对你们留下来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对 就是里面还是有一句 我们可能刚才也有点到说 就是Danny在剧中说这个 Western therapy doesn't work on eastern minds 我在听到这句话可能 重复了两次在剧里面至少 我自己的第一感觉是他可能是在为自己的生活的艰难而找借口 在为自己不成功的一个生活而找借口 但是仔细又一想 我觉得可能他就是以东亚在中日韩或者是中日韩乐 这种东亚儒家思想 这个组织社会的这个特点 在一个西方英语国家里面的一个对比 一个是集体主义 一个是个人主义嘛 这个文化本身是太深入人心 我觉得很难 即使是这个therapy也很难说完全打破 他可能只能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问题本身 但是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还是说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来探索 我当时听到他说这句话 就是根据他这个人物设定跟情景嘛 我是会心一向 但是在第二个感觉就是 我好像不是很赞同 因为我不知道对大家怎么样 对我个人来说 很多西方的一些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沟通方式啊 然后跟这种对个人的这种尊重啊 就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置于我的 觉得我在这个其中获得了很大的力量 在这其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这种 跟原来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跟自己的一个对待 对人对视的一些方式吧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 好像是要先学会爱自己 然后你才能主动的去爱别人 而不是在原来的情况下 说你必须要为什么东西付出 然后可以 可是你自己其实是活得很糟糕的 这个是我对我一个挺大的改变吧 我最后插一句啊 我有点好奇 就是作为这个女性主义者 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个 Amy在剧里面强调说 You can have it all 黄阿力的这个角色 他本身所代表的也是一个 亚人仪的一个model minority的一个比较脸谱化的一个形象 就是在家庭事业各个方面安排的都很好 所以就是他在可能是外界或者是在剧情里面的外界所展现出来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可能事实上并没有是如此的 我当时看的时候 他第四集你还记得吗 他有个标题叫 Just not all at the same time 就是他说你可以拥有所有的东西 只是不能同时拥有 然后他那个在电视剧集里面 他不是站台表演 然后光鲜亮丽的分享说 哎呀我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东西 我当时看到这一集 我想哎这狗屁 然后就会觉得哎呀你这种表面的跟这个背后的东西 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这种主流叙事 我们很多女性会被这种主流叙事给洗脑 然后会觉得自己可以事业爱情双分收啦 然后妈妈可以生活工作一起平衡啦 那我们会隐去背后很多的一些支持 然后隐去你承受的很多痛苦 然后包装出这么一个形象 去规训大部分的女性 所以我看他的这个演讲 以及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很想从自己的经历来说 个人经历 因为我做过妈妈 做过串业者 去工作过 然后呢也去找过工作 我会想说 狗屁 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的东西 你可以一下一下慢慢拥有 你不能同时拥有 然后呢我觉得很多 特别是对妈妈们 我很想说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不要被这种主流叙事 被所规训 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 像奴隶一样的一个工具人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要先放在自己 就是诚实对自己 自己到底哪里舒服 哪里不舒服 然后呢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把这些东西列出来之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然后你再去做好妻子的角色呀 妈妈的角色呀 然后你的事业上的角色呀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框架吧 对我的经验来说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可能黄阿丽的这个角色 Amy本身 虽然她在剧里面说了 You can have it all 这一句话 但是她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反例 没错 对啊 一个黑色幽默 真是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你们看了这部剧吗 有没有什么新奇的想法呢 可以给我们留言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吗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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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